庭院神神 掌聲鼓勵 多少人是 你一旁追 多少人 你隨我開始 兩個世界 繼續 執明 進來一散 你不想 想死 這 人間 都能 再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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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種情緻 不如回去 不如回去 啊 啊 給我 不如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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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老師 葉老師 請問葉老師 您教哪一科 我教哪一科 哇 真的太厲害了 那你在 學校教書也喜歡唱歌 唱歌對你這個 教學有什麼幫助嗎 你覺得 比方姐今天我唱的歌 唱的這首歌 庭樂盛盛 他其實就是 宋朝 一位大詞人公平序 是取這個歌的詞 他的原詞是庭樂盛盛盛 雙集序 對不對 那麼在這方面 比方姐我教哪一科 必須要聽到一些細詞 就中中 反應一下 對對對 老師這個 中文文化神後 所以我還是趕快 要不然你講話 是 是 那浩浩老師 不愧是老師 你踏出的第一步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有專業的這個 氣質 尤其是你的眼神 而且我覺得 唱得真的是很好 而且其實 這個你還太專業了 我會挑了一點點的小毛病 就是你的嘴巴開的時候 有時候聲音還沒有出來 就在慢慢的一點點 那0.01秒而已 然後在這個急許吃你那個時候 可能你想要表現得多一點 但是那個時候 你的腳踢到你的腳了 對不對 好像也要跌倒 這個東西就是變得 因為是老師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 必須要做得很嚴苛 還有這個人間的這個人方面 就沒有上去 那個人方面就有一點點 這個板音其他都非常非常好 謝謝 謝謝 太遠了吧 連腳踢到腳都興奮 對啊 他看得好仔細喔 在你來上 你的感覺是 真的有 滿點水質 你的咬字方面 真的是非常清楚 但是有點太過 你的唱法有點像在唱 文藝哥的感覺 因為你太過強調你的咬字 你就 多少 這樣子 就是看你要唱哪一類型的歌曲 如果你要唱流行歌曲的話 我覺得真的有一點 太過 超級 那如果你要唱這個文藝哥的話 又不夠 所以你要看你自己想要 怎麼樣的 唱法去唱作 好不好 整體來說 表現真的很不錯 你在這陰陽的情緒的時候 你手下的功夫是很夠的 剛才打從還沒開拍的時候 你就音量都很好 你在音色啊 節奏搖刺處理各方面都是很不錯的 我要挑你一點就是 你這個剛才幾盞的 你一散了第一次 一邊的時候 這個你的高音還沒有到位 第二段就很好 那麼我想有個地方可以加強 就是R不如歸去過有R 這個R呢 是我們內心表達的東西 不要給它整區過程的 自己什麼聲量都不一樣 很輕有柔又重又輕這樣子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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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樣喝一頭 這樣喝一頭 應該說有人有心外 一頭 假如您真的能夠進入大決賽的話 你會不會把你學校的學生 學校的學生 去搬來現場的時候 哈哈哈哈 我需要的就是我的新鮮 一再就能做成 真的一個人來 在網單上 在哪裡 哪一位新鮮 我們來看看 經過三位獎評者 他們到底給你的分數高不高 請看 67.3分 接下來了 接下來了 編號四葉聚真 67.3分 編號五潘富康 63.3分 編號六楊玉平 64.9分 所以三位能夠進入我們 半決賽的戰賽者就是 編號三的潘華裔 比起編號四的葉聚真 還有編號六的梁玉平 我們熱烈掌聲 恭喜他們三位進入我們的半決賽 那另外的三位參賽者 沒有進入我們的半決賽 不要去臉 你們今天的表現也是不錯 來給他們一些團員掌聲好不好 好 我們要謝謝三位精神 吳昆傑老師 劉欣玲老師 還有哈老師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的樂場複賽 可以說是非常精彩 圓滿的結束了 那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八頻道 往今年玩是 鬥哥敬意 第三場的複賽 我們再見 再見